第三千七百三十三集 西黄雷印 传说中的九天神术 那任非凡居然炼成了 宫野风大惊失色 九天神术天地间只有九种 每一种都是破杀宇宙的存在 想要炼成不知多么艰难 他修炼神灭天照宫 耗费了这么多年的心血 杀了这么多人 都不能炼成 但任非凡却真正炼成了九天神术 如此天赋 如此成就 简直是冠绝万古 足以让所有人震撼失色 不用担心 宫野先生 等你炼成了神灭天照宫 足以毁灭诸天万界 小小一个任非凡 搂一把了 绝不是你的对手 燕姬剑林冷声道 那倒也是 公野风稍稍地松了一口气 参严数万年 现在他对神灭天照宫 已经领悟得非常透彻 还差点火候而已 只要再吸收多点毁灭气息 便可大功告成 对于神灭天照宫 公野风有着绝对的信心 只要炼成了 必定可以 威压宇宙 毁灭一切 绝对不是凡人能够抵挡的 等老夫神功炼成 还请剑林大人 不要忘记我们的约定 把龙渊天剑的埋葬地点 告诉老夫 老夫不幸掉落凡尘 做梦都想重返太上 这龙渊天剑 是老夫重返太上世界的 唯一希望 还请剑林大人 不要食言 公野风语气充满了期盼 他甘愿当红天经的棋子 冒险修炼尽术 就是为了龙渊天剑 他掉落凡尘 修为大大丢失 想靠自己的力量 重返太上 绝无可能 唯一的指望 就是拿到龙渊天剑 欲见飞天 借着天剑的锋芒 可以冲破一切避障 让他重回太上世界 重想先浮 万寿无疆 燕姬剑林道 这是自然 公野先生请放心 我和红天王 对天道许下的诺言 难道还能违背了不成 只要你炼成神灭天赵宫 毁掉这域外 让诸天宇宙 变成天王大人的养分 祝他崛起 我必定会兑现诺言 公野风道 那就好 那老夫就放心了 他也知道 红天经被封印在地底 想要重新崛起绝非意识 而破灭万界 吸取诸天灵气 是红天经 东山再起的最大希望 这场交易 公野风不敢掉以轻心 他很清楚 红天经的脾气 那是绝对的心狠手辣 如果他失败了 红天经第一个 会拿他人头祭天 他不可能有存活的机会 燕姬剑林道 公野先生 现在我回来了 由我相助 你身功必可练成 而且现在形势变化 我们也不用再担心 天法规则的折磨 可以尽情出手 放眼欲外上界 谁能由于我们两个 尚未者匹敌呢 公野风谨慎道 剑林大人 真的不用担心 规则的天法吗 燕姬剑林 呵呵一笑道 不用担心 太上天女 一直曾经降临 带走了一个 叫叶洛尔的女子 破坏了规则 现在天法 全部杀到她头上 不会惩罚我们 可以放心大胆地出手 公野风眼睛一亮道 原来如此 太上天女 成了挡箭牌吗 那就再好不过了 天地有规则 上位者不能随便出手 所以这数万年间 公野风一直沉寂 他隐居在这里 前修神灭天照宫 却不知外界的事情 现在从叶灭剑林口里 他才知道 原来太上天女 曾经破坏过规则 带走了一个人 现在所有天法 都降临到 太上天女的头上 有了这个挡箭牌 他和燕记剑林 就不用再害怕 什么规矩了 公野先生 你继续想办法 追踪夜晨的下落 我先去灭岛城一趟 抓捕酒店 燕记剑林一拱手 准备出发 好 多谢剑林大人 那个酒店 拥有七重天的毁灭道印 灵气非常浓郁 如果能抓到他 老夫的神功 很有可能直接突破炼城 公野风眼眸里 暴射出锋芒 还有一丝贪婪 如果说以前 他修炼神灭天照宫 是逼于红天经的意志 那现在 他就是彻底自愿了 他已经感受到 这门神功的强大 一旦炼成 他甚至能摆脱 红天经的束缚 反杀也说不定 公野先生 那我去了 燕记剑林一张手 撕裂了虚空 虚空之中出现一片 迷雾重重的时空 这片时空布满了 混沌迷离的色彩 让人看一眼 就有种头晕 想呕吐的冲动 这居然是一片 失落时空 所谓失落时空 就是区别于 现实时空的存在 是一片失落的世界 没有时间 空间 灵气的改变 永恒死寂 当初燕记剑林 就是被人非凡 放逐到了 失落时空里去 他是凭着 莫大的运气 莫大的意志 才侥幸 从失落时空里 逃离出来 重返现实世界 现在燕记剑林 居然撕裂出了 一片失落时空 显然 在被放逐的日子里 他也因祸得福 领悟了一丝 掌控失落时空的秘诀 燕记剑林的身躯 冲入这片失落时空里 然后一个跳跃 居然以失落时空为跳板 向着灭道城跳去 好强悍的手段 居然用失落时空做跳板 龚叶峰看到这一幕 惊讶得双眼瞪大 深深佩服 燕记剑林的手段 这种手段 时空跳跃 比起普通的撕裂虚空 速度要快上百倍千倍 简直是匪夷所思的迅捷 跟瞬间移动也差不了多少 论先后 夜晨和任非凡 赶去灭道城再先 燕记剑林再后 但燕记剑林 这时空跳跃的手段 速度太快了 夜晨两人还没赶到 他已经跳过重重虚空 抵达灭道城 灭道城的天空 雷音震荡 暴风滚滚 一缕缕气 痴痴作响 漫天搅割 将天上的流云 都席选得灰飞烟灭 怎么回事 好大的剑道气象 何方大能降临 灭道城之中 许多舞者惊讶不已 纷纷地抬头望天 然后 他们看到一股 璀璨的神光 在天空闪耀 燕记剑林的身躯 从天际浮现而出 无尽的神光狭彩 无尽的剑气威严 在他身周滚荡着 这一刻的燕记剑林 仿佛九天神剑 锋芒凌厉到了极点 天剑的杀伐气势 尽数爆发出来 连天空仿佛都要被割碎 特别是他的身后 还有一方诡异黑暗的 失落时空 隐约沉浮着 宛如折服着万千魔神 更令人心计 九天何在 滚出来受死 燕记剑林高高在上 声音如红中大铝 乍响出去 阁下是谁 一个男子脸色阴沉 纵身飞略而起 和燕记剑林遥遥对峙 正是九天 九天的性格 永远是疯疯癫癫 张狂自如 洒脱不羁的模样 但是此刻 他面对燕记剑林 却是凝重 因为他清楚地感受到 燕记剑林身上 有一股异乎寻常的 可怕气息 那气息不属于这个世界 是太上世界的气息 我是来拿你命的人 燕记剑林冷冷一笑 背后天剑浮现 狂暴的寂灭气息 沙发诸天 连太阳都暗淡下去 燕记天剑 你就是红天经的兵器 燕记天剑 居然修炼出了人形 我九天什么时候得罪了你 要你亲自出手杀我 九天看到这把剑 顿时无比动容和惊骇 那把剑 是传说中的燕记天剑 代表着诸天最高的 寂灭锋芒 是红天经的兵器 一只蝼蚁 懒得跟你废话 给我镇压 燕记剑林冷哼一声 也没有多说什么 背后天剑杀猪 嗡的一声 居然分光画影 演化出十万把飞剑 汇聚成滔天洪流 向着九天斩杀而去 燕记剑林这一手 正是诸天神剑诀 他精修剑道 连阵门排名第四的 鸿蒙古法也修炼成功了 这一下 十万飞剑滚滚洪流 杀天而过 锋芒之恐怖 简直是钙压万古 灭道城之内 诸多舞者 看到天上恐怖的一幕 都是震撼失色 九天的脸色 也是无比的凝重 想杀我 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巨拳轰出 九天并没有屈服 七重毁灭道印 瞬间爆发 九天的拳头上 重重毁灭印痕交织 层层叠加 最终爆发出滔天的毁灭风暴 狠狠像眼前的飞剑洪流轰去 一把把飞剑 遭到毁灭拳风的碾压 顿时四下横飞 会不成阵 而九天势如破竹 一拳直倒荒龙 居然杀到了 燕记剑灵的身前 有点意思 蛮力的确强大 可惜终究是蝼蚁 燕记剑灵冷漠一笑 没有一点慌乱的模样 眼看九天拳头杀到 他并只作剑 以挥而下 剑气湮灭 天地祭无 给我破 剑指落下 一股非常阴沉 非常黑暗 充斥着末日寂灭的气息 瞬间炸裂 无比冷冽的剑气 也是跟着爆出 九天的拳头 那一重重的毁灭倒印 只一下就被这恐怖的剑气破掉 鲜血喷剑 一道猙獰伤口 在九天拳头上浮现 深刻剑骨 剧烈的疼痛传来 九天额头顿时青筋暴突 但论肉身实力的话 他其实不会输给燕记剑灵 直接硬碰硬 甚至可以站到上风 但燕记剑灵并不是蛮夫俗子 他根本不可能和人比拼蛮力 他是高高在上的无上天剑 剑气杀人是靠锋芒而并非蛮力 这一刻 燕记天剑的锋芒爆发了 九天的毁灭蛮力 根本没有丝毫弹 直接被斩破 受了重伤